日常家庭用電到工業用電 其中的書店配電到發電 再在仰賴專業與充足的人才投入 現在更要求培養梯形人才 包含著墨在離岸風店的李俊怡 還有台電綜合研究所專員鄭凱文 過去就專攻AI資訊工程 為電力數位發展做準備 除了基本工作對儲能 AI智慧永續理念的應用 日前電網人才聯盟 就頒發劉書憲紀念獎 給在職優秀青年 我們請在山前方來提供祝福的感動 再生能源大量的發展 電力系統它其實不論是在分析 在技術上面 整合各種大量的再生分散式的能源 這其實是對於電力系統 是非常大的挑戰 以離岸風電來講 如果損電力來講 前頭的風機到變電站 海上路上面的站 海欄的長度也會造成它的影響 那對於台電的法規都會有一些影響 一直以來就連國外 歐洲丹麥英國這些 大量離岸風電的國家 都還在不停的整合這些新的技術 未來電力的發展上 它將需要整合不同的領域的人才 比如說像是資通訊 又或者像是人工智慧等等的這些領域 我也將持續的 就是結合自身的一些資訊工程背景的專領 然後與電端的應用去結合 既國際能源總署公布 全球再生能源投資增到1.7兆美元 而國內電網人才持續備出 既趨勢及發展需求 工研院電網學校以獎學金培育49名學子 目前包含台大 中山大以及成大 被寄望培育更多本土電力綠齡人才 我們整個電力市場 應該已經從一個所謂的單項 變成一個雙項 T型領域的人才 也就是說除了你有一個 垂直領域的專業領域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培養更多的 跨領域的人才出來 學校裡面我們跟中山大學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等等 那有成立一個所謂的跨領域學成 我們鼓勵更多非電機領域的人 因為電力產業已經變成一個高科技產業 電力產業是需要跨領域 而且有意願多元發展的人才 工研院電網學校透過獎助學金 吸引人才 也不忘鼓勵在職青年貢獻 從這世代電力發展及人才缺口琢磨 盼望這群獲獎 及領取獎學金的電力新秀 在國內電力產業中留砥柱 那就為時間加量還要台北草報道